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故宫 每个经典都刻画着 历史走过的痕迹 建筑师跨越海峡 跨越时间 在台湾土地上 留下了中国营造学的缩影 一本传奇的建筑史 也是一段精彩的中国史 明春祖租地 当时它是在南京都城的 由于政治原因 它是要迁都北京 所以说它要大兴土木 来建造这个自尽城 苏州我们有一位匠人 他叫做快祥 快祥呢 它是我们苏州香山帮的鼻祖 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位 设计师跟建筑师 当时快祥带领了 一帮香山帮的工匠 主持设计并建造了 整个自尽城 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 说我是香山匠的 大家都可以大拇指 然后你是不是真正的 能够担当起这个大拇指 那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手艺人的责任 我们从小就有一个标杆 包括姚春族这些 可能我们师父的师父 就是跟他们是 有这个师承关系的 香山帮的这种精神 一直在鼓励我们 这个手艺人 在换前行 前行的奋斗 姚春族的这个 我们是 在于我们来说 它跟我们是说 好像做得更近 包括它的一个 营造法源等等 通过这种理论 让我们更多的是 通过实践到理论 更多的人 取悔这样的一个 记忆的经验 包括现在的很多建筑 如果你懂建筑设计师 一定要看这个的 那这个书呢 后来 那个苏州工业学校 就把它印出来 研究古建筑最出名的话 就是刘敦针 他就把姚春族这个书呢 把它发行 刘敦针的学生 就是黄宝宇 黄宝宇自顽白后树原 江苏江苑人 故宫感觉到很熟悉 因为他这种风格 在大陆看得到中山林嘛 因为我在南京 中山林的风格 很多民国建筑的影子 就在台湾故宫有充分的体现 黄宝宇来自江南苏乡市家 他一生简约 以建筑师这份职业为荣 不仅延续了中国营造学的本源 更实践了美学与使用之间 完美的融合 那这个里面 你看苏州的那个窗格子 花样很多 为什么苏州的这个很多建筑 它的仓度是很大的 因为这里的气候是湿度比较高 它需要很多时间 都要通风 吐光以后呢 还有几个美感 就是说我们的窗格上面 会做很多的文样 这种文样都要武功师傅 精巧地来做的 建筑大武功的这种技巧 它掌握这个重力学 还有这个房子的这个稳定 遇到八级地震 它也不会倒 这里就是我们很多这个传统里边的一些工具 包子是品质非常多的 包子有大包子 小包子还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线角包 我师父留给我一箱子包子 大概有100多把 然后这个苏州园里里边 还有这个太湖石 就是太湖边上的太湖里边的石头 挖起来 研造这个风 那像这个就是说我们 也是研造记忆里边的一个堆甲山 甲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研造记忆里边的一部分 包括地上的砖 建造这个宫殿嘛 包括是要铺砖的 其实湘船也是由于款项的一个 推荐 因为他是苏州人 他知道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 所以推荐之后 后来公布 就是全国辩真铺地方砖的时候 就适用我们这个金砖 之后就觉得质地非常优良 后来永乐皇帝 就赐民我们摇厂 被预摇了 所以说其实是香山帮这里 他们把中国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 带到了北京 正好也是对它一个材料的扩充 跟一个生化 我们现在这个玉瑶呢 是当时明清朝的时候 流传到现在的 对它一直是在烧制 因为它是一个活态的一个飞仪 因为传统的飞仪 它其实都是静态的嘛 但是我们这个是活文物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金砖 它侧边其实都是有款的 它是有一般通常是三个款 第一个款是砖料的尺寸 还有承造年代 第二个款呢 就是镀造官建造官的姓名 第三个款呢 就是遥顾自己的姓名 就是作者的名字 包括在我身后的墙面上啊 有相关的踏片 还有相关的一些 人物的名字的一些记载 这些工匠其实还是非常伟大 我们也是主要为了 弘扬跟传承一个工匠精神 我在这个行业的已经要45年了 10个手艺人 9个会有受伤的 但手指啊 或者是伤口来来啊 我也淡了个指 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残肺 都有可能 有时候几个手指一起打 都有可能 老早就有一个心理诊费 因为你看到你的爷爷就受伤 父亲也受伤 自然而来呢 当你这一代可能也会受伤 一个热爱就是说 感觉它是一种责任 就是说我父亲的手艺 我要提升好的 香山帮匠人使命彼答 独特的营造记忆 经由数百年师徒相承 口口相授 他们的建筑杰作 影响两岸享誉世界 苏州园林也因此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以建筑进入 看见两岸城市的面貌 香山帮以营造的姿态度过光阴 是中国营造学完备的传承者 百年来影响着两岸的建筑建 燕峰从未退场 穿墙脱壁在天地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